Hello 大家好 我是Kiki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个礼拜的房市市场行情 是什么个走向 最近很多买家都已经出来了 再加上这个低利率 利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很多买家担心说利率会往上面涨 随着现在这个不稳定的状况之下 会不会因为疫情啊 因为这些游行的这些情况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或者是说这个利率会继续上涨 所以很多买家都已经出来 看到不错的房子就马上下手买了 市场上大部分的买家 还是偏多在工程师 双星家族 他们疫情期间在家工作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整体的房市还是蛮稳的 像南湾Copetillo还是一样抢得非常的凶 那在东湾Fremont这边呢 相对好的房子 学区房还是一样非常的稳定 整体来说 整个湾区的市场是稳定的 如果你是自住 我会建议你在趁着现在这个利息特别好的时候 赶紧下手 如果你要买投资房 我建议你可以再缓一缓等一等 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房子出来 随着各种的不稳定的因素 卖家我会建议如果你要卖房 现在也是一个卖房的好时期 毕竟这个房价已经是蛮高的 但是我们也无法预知说明年的市场是什么个情况 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 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 怎么样子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面去卖房 请联系我510-402-8315 我的微信是KIKI0514 谢谢你 我是KIKI 湾区地产经纪人